各位好 今天8月11号 我是五月三人 吃了吗您呢 今儿咱聊几个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当然前两个只是浅聊 后两个能深入一点 首先第一个聊的是关于政府备案登记这个APP和小程序 以及严控未备案的APP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说实话是个技术问题 我的技术能力远没有达到真正聊这个的程度 聊这个我建议各位看一个人的频道 就是叫杰夫科技视角 他聊这东西比较深入 然后昨天我也看了 他建议大家准备个水货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政府严控这些东西 好东西你就用不了了 国内的这些手机 尤其是基于安卓 然后在开发的这些 甭管是小米 还是微华什么这些东西 你都会华为就干嘛提了 它肯定是紧跟着政策走的 甚至于苹果手机也会有这个问题 它会给中国进行iOS系统的某种特供 我相信现在应该也是在中国销售的苹果手机 也会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设置 所以将来您要使用这些 就是说未经中国政府这块备案 或者备案没有通过严查的这些APP 或者小程序将来您在大陆会有一个麻烦 所以杰夫老兄他就建议大家背个水货手机 但是背个水货手机这事肯定的来讲 对于中国它要控制你很有可能有其他的模式 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说运输贩卖这种水货手机肯定是违法的 毫无疑问违反中国的法律 违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因为你水货手机等于是不上税 对吧 那它肯定是不可以的 但是你持在中国很有可能规定你什么 持有水货手机也是犯法的 就是它有可能不是说这个法律不会让你说 让你坐牢坐多少天 最多行政拘留你 真的有可能的 或者在街上随机的检查 检查你手机是不是水货手机 这个就很可怕了 因为实际上来讲 检查这种手机已经不是完全的个例了 在街上很有可能会检查你这种东西 然后如果你背水货手机的话 我个人觉得您做好搁家里用 对吧 就不要拿到公开场合去了 公开场合您可以拿一个爱国牌的 比如华为小米这么你使着就完了 虽然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方便 但是其实能怎么样 你在中国生活越方便 证明您含兆量越高 对吧 但如果您含兆量不够高 那您肯定的来讲就怎么说 生活没那么方便 当然也有可能快递和外卖比较方便 这是全国人民同等待遇的 第二点是什么 就是说非.cn结尾的这些网站很有可能 就是说实际上会实行白名单制 我们都知道原来我们最早上网的是.com什么的 或者是后来有一个.org的结尾 现在后来就好多都是.cn这个结尾 如果.cn这个结尾 你是可以的 可以把它后缀 你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一般来讲 你是.com这个东西 你就很难说你能够完全控制 因为很多都是境外网站 境外网站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能够说进行控制 你很多现在而言 他最大的可能是干嘛呢 进行白名单制 白名单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叫黑名单 对吧 黑名单就是说 这个东西我不允许你看 然后我进入到了黑名单 给你屏蔽掉 就是法无禁止及自由 其他的东西你就随便看 对吧 你只要在我这法律的圈子里 你可以看 你就可以看 但是你有人就是反其调而行之 白名单就是说 我只让你看到什么 这白名单就是 你这个进了我白名单了 我就给你解析这个域名 对吧 如果你要是没有进到这白名单里 你所有的 你甭管你是做什么 哪怕你是做一个NGO也好 你是做一个官邀网站也罢 你只要没进到中国政府的白名单里 你的域名就不被解析 你就只能够说被屏蔽掉 所以白名单制实际上在技术上是毫无难度的 大概在我想想 大概在05-06年的时候 就我所知就有人提议过完全的白名单 值 那个时候还没有说真正把这些落实 现在很多时候也并没有真正完成白名单 值 有些地方会有 比如说像微博 微信 类似的某些技术跳转的链接 它已经开始进行白名单制了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不太好 我就给你自动自发的 但是以后很有可能 就是整体在中国实行白名单制 你一旦白名单制之后 那各位可能就真的在信息寻求方面 就自求多福 反正在很多人看来 看新闻联播能打手枪的这事 也不是什么矿外的事 那也就如此 我只能够说怎么说呢 就这样吧 这墙只能是越来越高 你见不到一个 就是除了柏林墙之外 一般来讲这个很难拆 大概就是如此 除非他柏林墙 像柏林墙一样背后的那个玩意 他倒了 那才有可能 这是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呢 是想跟大家聊聊这个李克强同志 李克强同志呢 是又干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事 就是甩锅这件事 这回大水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李克强呢 就是8号就是露面的 就是召开这个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然后干了一什么事呢 就是把这个指挥救灾 然后呢 这个指挥这谢洪 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这个头衔 又搁在咱圣上头上了 我说实话啊 就是说李强这个人 我知道他这件事情 他本意上不一定是真正要甩锅 对吧 那只不过呢 就是说给圣上凑个开心 但是实际上呢 就这个人 我跟你说 什么叫奸宁啊 对吧 就是这就叫奸宁 就是说呢 明知道民间呢 这个所有的怨气 总要有一个归在于某人头上 因为大家都看见了 这回这个救灾啊 就是泄洪啊 这个事情 除了一些 除了一些那个洗底的人之外啊 洗着洪水的底之外的这些人 大家都知道这事干的不好 那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我就把这锅扔给圣上脑袋上 让他老人家去扛这个事 这什么叫坏 你知道吧 就要搁我是咱圣上 我要是坐圣上的位置 我直接就给他拉出五门 就直接灭你九族 真的必须得灭九族 这样人不灭九族 不足以为圣心 但是咱圣上你也知道 就是他老人家有一小毛病 就是呢 比如说那个回车键 他需要有一个给他特殊标出来 就是我现在相当怀疑 这哥们啊 就是咱圣上啊 他老人家会不会玩电脑 就是真的 我真是相当怀疑这件事情 然后呢 给他一手机呢 他现在这手机 他用的是不是老人机 你让他 你让他 他就是你别看他拿着一手机啊 就是后得一手机是 看着是挺那挺牛逼的 给他特制的 各种各样安全线路什么的 你放心 这位肯定是不会玩 他拿那玩意跟老人机 没有什么区别 真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他处于一个 老说我们这块有信息检防 信息孤岛 其实不是 咱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信息孤岛是谁呢 就是说就是就是就是我是从政治意义上最大 是咱圣上 他很有可能周围全都是一潭死水 就是他不会知道说老百姓对这事怨声哉道 他只能觉得说啊 你看这个事情又又是我亲自做的 我做的多好啊 我就又又让大家就给大家这个救灾了呀 如何如何 他很有可能这是他的认知 然后呢 李强这会儿敲钉转脚巴唧给圣上就挂在这个耻辱柱上 嗯不是不是就又给圣上挂在这个这个圣坛上 对吧就给你就上去吧 哎就把这个事情呢都给归结到圣上脑袋上 叫我说这是这是坚定就是如此 然后呢这个而且呢这个呃 而且官媒呢是突出一审呢 就是说啊嗯 人民领袖 这个一定是对吧 带领人民干事 然后还给圣上弄一实干家的一个称号 圣上确实是实 这这我比如说圣上他确实是实干 就是真抓实干 然后把所有东西给捶死 这这圣上真的是特别认真的干这件事 就是他干这些坏事的时候 干的特别认真 而且他觉得自己干的是一件好事 利国利民 就是旁边就是你你我信息孤岛吧 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反馈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啊 就是历代的所谓昏君呢 呃没有几个是真是纯傻逼 那你像那个晋慧帝那样的 这可能是有点傻逼对吧 智商确实不太足 当然圣上咱也咱也说了智朴感智商 确实有那么点智朴钢剑 但是他也不是纯傻逼 党内政治斗争玩的挺好啊 对不对 那重点就在于他一旦选定了周围的人 他要追求自己这种安全感的同时 有一个什么大问题呢 就是所有的人全都是不能比他高 那然后呢 就围着他形成了一个信息的孤岛 你就没有 他自己又没有获取新的能力 对吧 他有可能 他知他有一个手里 有一个祖传图谱 各种政治势力 跟七十八十左右这么博弈 怎么平衡 这倒可能有 但是呢 他其他的往下的这些东西 不论是民政经济 或者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军队的力量 外交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好的信息来源 这个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 因为我是知道的 因为原来呀 在那个 我在体制内 在中国日报的时候 就是看过他们这种东西内参 而且我们这块的人 很多都是写内参的人 那有些东西能写 有些东西不能写 送到哪一集 圈阅到什么程度 然后再进行筛选 再往上报 这个删是有一套程序的 有些东西就真的报不上去 这个不开玩笑 有些东西真的一点都报不上去 有人说 那我有 为什么当时在媒体这一块 有人写内参 他能靠这往上发财 就是很多的人 他如果你想让上达天听的话 内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个东西的管道 一旦被堵塞的话 就更没法知道了 对吧 我估计着 咱涛哥还会上个网啥的 到咱圣上这 我估计他也就会弄点洗面奶这事了 有好多人不知道 洗面奶是什么玩意儿 咱圣上发明的这么牛逼的东西 你们不知道 我看我上回说的时候 好多人都说 洗面奶是啥 奶 各位知道吗 奶 这个知道吧 那脸呢 脸 你看 知道这个了 就是 我们在推特上 有一个大V叫立党 老说发个扔子 扔子 这个 然后脸呢 搁着 然后用这个洗脸这件事 明白了吗 我还在说他更多明白了吗 我相信这是圣上对 这个社会文化最大的贡献 当然这是题外化了 这是一个事跟大家下聊两句 还有一个事前两天我聊过一个事 是什么呢 就是医疗反腐这件事情 当时我说的是从整体的层面上说 对吧 比如说医生的培养的投入 以及他的工作强度 以及承担的责任 然后再加上他的就是说明面上的 就是阳光下的收入之间的不匹配 这些东西 我跟大家聊过这个东西 然后再聊一下 我说为什么这个价格扭曲之后 就是说这个价格扭曲的信号 会被某种意义上在扭曲 在扭回来 但是社会成本增加之后 这个可能就更高一些 就是比正常的市场价格还会更高 这个东西 我跟大家就是聊过一个这个事情 有一个事情 我其实一直没跟大家聊的 就是什么 就是一旦医疗反腐之后 会出什么事 其实很简单 有几个事情有可能出 第一个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事情是很多的医生 就是说他不太在做这些具备风险 以及愿意大规模的收治病人 这件事情 好好治病 为什么呢 因为收入很低 那他明面上阳光的收入 其实是很低的 举一段单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主治医生这个级别 就是说或者他是一个高级职称的 这种级别 对吧 那主任医生 主任医生 那他在三甲医院这块 真正的收入大概能够有个100万左右 这个不开玩笑 真是有100万左右 那在中国的 比如说在北京这块 医生的普遍的平均下来的收入 大概是有研究说是30多万 30多万这个水准上 有人说北京才多少钱 那你这个中位数收入才1万多 人均年薪 就是他这种中位数收入年薪才十几万 你是他两倍 那也应该挺不错的 但是实际上而言并不是如此 医生在其他的国家里 他的收入是比这个还要高一些的 就是正常收入 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他所谓的灰头收入去掉之后 你的正常收入 你又不能够给他提高的那么多的时候 那你觉得医生有多少人愿意 这么费劲巴烂去干 中国的医生他的工作量 是远远超于其他国家的发达国家的 你看您比如说 日本确实老龄化严重 比如说我有时候去 比如说我去手伤了 我这都俩多月了 一直还没好 伤筋动骨100天 没办法 那你去看病去 医生他非常非常的认真的给你看 我到在中国看病 我估计医生大概有两三分钟就能给我打发了 五分钟 那都算人家很负责任的 大夫跟我聊的话 至少聊了他妈得有20分钟 从你吃饭吃了怎么样 你锻炼是什么样的 然后你的体重 你的体脂 然后你的锻炼模式 然后你再如何如何 和你有什么过往的疾病 哗哗跟你聊半天 这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大夫为什么这么快要给你干 萝卜快乐不洗泥 但是他一定要这么干 是因为病人太多 而医护工作者太少 从每万人多少个医生的比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他这么高的工作量 前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培训 才能够坐到一个位置上 他又挣不到那么多的钱 对于他人确实是不公平的事情 可是那没办法 如果你把这所有的灰色收入给去掉 你又不能够给他 让他把他的收入提高到阳光这个程度上 那你说医生会怎么想 而且大量的这些医生被抓之后 比如说有些专家学者 专家的医生那种高级之声被抓 因为他们是最容易收取这个钱的 中国的医疗机构会空下来很大的一部分 就是说你的医疗体系当中 原本就漏洞百出的这种情况下 那他医生最基层的中间的力量 因为毕竟你要治病 然后好多的这些骨干就会消失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这是对老百姓来讲 不是一个好消息 那可能就有人说 难道你就不应该抓这些东西 这些事情吗 难道你这个就是对的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说大概来讲 如果说整体都是如此 整个医疗环境就是如此 首先第一个 你要改善你的医疗的体系 对吧 这个体系如果你不改 然后让他们能够得到合法的阳光的收入的话 那你根本问题你是解决不了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设定时间点 以前的东西我算了 既往不咎 除非是你数额特别巨大的那种 比如说您老人家 就我看了那个 进一台那个是 MRI那个机器 它居然是要收取1600万的回扣的红包 像这样的东西你可以去做 但是一般那些医生你让他去退陪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做的 就在设定医时间点以前就算了 那以后的这个你要再敢怎么样 OK好 那我就按这某种程度的 某种程度的这个严格执法来执行 抓几个典型的案例 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完 那只能是这样才能够把这个窟窿补上 那你直接这么着 全面的大面积的把这些医生给打光 就是说把这些骨干们给打得一塌糊涂 那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不是一个正常行政的模式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不正常的这种社会管理模式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还是要 他政府要找一个背锅侠 那什么是最好的背锅侠的 医生 就是说他把那个体制 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价格扭曲信号的问题 全都一股脑栽到了医生这种具体的人群的头上 就是他让他因为一个制度 让这些人变得变坏了 然后他惩罚这些人 那就会把什么呢 会把整个的这个老百姓的怨气 就是老百姓的怨气归在哪 归在医生脑袋上 原本啊中国的医患矛盾就非常的深 对吧 因为老百姓觉得医生一个 就是说呢 你你 但是老百姓首先不懂了 对医生呢 很多的医生上来就给你一大堆的检查呀 然后呢 你要花很多的钱呢 对吧 把这些东西搞花一弄老百姓本身又不太富裕 我见过很多北京那个北京那个医院的旁边那些小旅馆小小小住宿的地方 然后那些老百姓在那就直接陪床的呀什么的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每天自己炒点吃的呀 这些特别苦就为了欺人治好病 他本身对这医疗体系就抱有极深的怨恨 然后呢 你把这些原本由这体系造成的这种怨恨直接归结到具体的个人的医生的头上 那中国的商医事件以及这个对医生的这种对医生的这种谩骂 对吧 那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医患对立就在我个人的个人的这个经验里 就走的这么多国家经验里 应该来讲是中国是最严重的 没有哪个国家会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对立严重到这个程度上 所以这个就就就非常就就非常非常可怕了 然后那政府又把整个的这种黑锅 整又扣在医生头上 让老百姓的怨气直接引导着 对吧 你政府都这么说了 医生这帮人是坏人呢 他们这么多是他们去各种各样的去把这个 我们这钱掏光啊 诸如此类的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跟医生有直接关系吗 其实关系并没有那么大 对吧 那你说你说如果不是这种医药采购的体系 他进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药 那医生难道不愿意给你用一些在国外证明行之有效的 疗效显著的 然后呢 但是不在医保名单里的药吗 他也愿意嘛 对吧 那这些东西他只是直接的让政府从其中抽身出来 所以在这个运动之后 我现在看到国外就是在国内的这个舆论呢 就直接把医生描写成 那不是白衣天使 那是白衣恶魔 就是穿着 就是基本上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但凡是你清醒的给医生说一句话 你比如说今天我做这期节目 你下边准备有骂我的 那你就一定是骂医生 医生怎么就活开 他的活 他所有干的这些事 都不是这些医生真正想自己去想干的 人家也要活着 您理解这件事 人家也希望自己这么多年的这个学的东西的心血 以及这么辛苦 没有白费 能够让自己过上一个体面的生活 这个您要理解这件事情 我们人都是如此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只不过那个体系 他约束了 他不让他得到这些东西 正常得到这些东西而已 对吧 人家是凭手艺吃饭的嘛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话 会大大加剧 原本就非常厉害的 这个医患之间的矛盾 互相之间那就且打了 这个我往后可以非常明确的 可以跟大家说 中国大陆的这商医事件一定会有一个爆发期 现在可能还看不出来 你等过段时间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因为就其实政府其实特别简单 他是特别的愿意把这些矛盾让你们互相之间打 你们互相之间掐 这个才是他能够出身世外 然后作为一个 我是一个公平的 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这么一个地位 然后管理这个社会 这是他干得出来的 所以这回医生这个事情 除了说他需存钱罐满了 要砸开以外 然后会要把自己从已经无法挽救的医疗 医保的困境当中 社会保障困境当中给自己斩出来之外 就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让你们互相斗 你们去斗去 就像其实很简单 就像好多人就是骂资本家 骂房地产开发商似的 这帮人坏不坏 就是说是不是好人 肯定不是 但是到底这个钱是去哪了 那有些人是想不明白 对吧 那实际上钱都被政府收走了 然后他还让你去恨这帮资本家们 这是完全是一个道理的 所以说医患之间 王夏的这些国内的医疗体系 很有可能迎来一种 怎么说呢 瓶颈下的溃败 那为什么说 就表面上看起来很瓶颈 就是还是一向照常运转着 因为他中国的维持这个方面的能力 还是非常强的 但是实际上他的医疗水准 以及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都会下降一个非常大的档次 当然您自己想想 医生的动力不足 这是一个 二一个人人自危 第三一个 他为了很多的钱又不够 他的甭管是药品 还是如何如何的 这些东西他又跟不上 对吧 医保的支付额度又不够 所以说他是一个暗中的溃败 就是整个的去下降一大块的水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商医的时间会多 大概就是这么两个后果 对 还有一个后果是 老百姓会把所有的怒火 加载在这些 看上去各种高大上的这些 就是一般老百姓对于他们 还是觉得他们是高大上的 这种行业当中 他最后达到这么一个效果 也就是如此了 好 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 我好像说四个事吧 但是不重要 第四个事我点忘了 这个下回再说吧 如果想起来的话 我再做一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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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做一期节目